高雄市积极推动促餐以及开发案件 持续至今成果揭晓 根据财政部的统计 去年2022年成功招商签约的案件 包括最受关注的主力大案特茂山 或是最近才开放的寿山动物园OT案等等 总共9件的重大建设 民间投资金额高达708亿元 成为全国第一 那最主要的案件是多功能经贸园区特茂山 那它分成北基地还有南基地北侧 南基地南侧三案 那再过来就是桥头再生水案 新达渔港油气案 那个土地开发案 这是比较重大的部分 那之所以我们可以达到708亿 跟两年来可以成长到150倍 去年民间投资708亿元 相较2021年的75亿成长超过9倍 相比更早一点 2020年的4.76亿更是大幅成长了150倍之多 突破历史新高 有这样的成果除了厂商看好高雄前景 还与这项促餐业务的改革有关 成立了促餐推动委员会 那聘请的丰富经验 有实际经验的专家 外部专家学者来担任 那他会了解说市场现在有什么走向 我们设的招商文件 有什么是不合时宜的 是需要修正的 那我们做这一部分的修正之后呢 就会更接地气 让大家更接受 所以才能够有这么众多的案子的成立 荣登全国招商往后 高雄今年也陆续有几件招商案提上日程 包含旧市议会都更 以及第二殡仪馆大设计桥头分馆 环保金颅设置BOT案 都已经开始投标 财政局预估光是这两项 就能引入69亿的民间投资 那在上半年呢 我们还有一些案子会陆续提出来 诸如说高雄捷运啊 大东站啊 北侧基地的土地开发案啊 还有捷运Y10 Y10站的联合开发案 还有就是说男子的再生水案 左营的G20都市更新案 那还有就是 那个钢山 钢山行政中心都市更新案 这些都是会将陆陆续续提出来 高雄重大建设不断 民间投资也跟着成长 一件带一件产生连带效应 加上更接近市场的促产委员会 未来还有颇受关注的 捷运黄线周边连开案 就看市府如何继续保持这股投资热度 记者邱玉婷高雄采访报道 来我们请共同伙伴